大家好,我是寶妹 我是阿伯 欢迎我们所有的乡亲的朋友继续捧场 收听我们第二点钟的节目 赶快是阿伯老师跟寶妹在这里为你好母主席 住宅方面,政府方面不清楚,不了解 6338601,先借一下邱先生的电话 喂,你好 喂,你好 欸,寶妹,报告你们两位好 嗨,你好 你好 欸,寶妹,你这样 不行喔,我在联合门口等你,等你等我 喔,是喔,我刚才想说,欸,你到底住屏東哪里 我在联合,欸,高树吗 对对对对 对嘛喔,高树,对不对 我记得好像是高树 大树喔,是高树喔 對啊,高树 欸,高树,高树 是哪一个交流到下 里港那一个吗 酒爐,酒爐 酒爐喔 喔,那还更近耶 對啊,近啊 我是想说你来,我就请你来路口吃鸟匙了吧 哎呀,好噁心 喔,那可超好吃的 好噁心喔 欸,我,我跟寶哥请教一个问题 好,好,你讲,来 欸,寶哥,因为 我第2016年开始听你的节目 我是要跟你请教这个蝴子的笔 因为这几年,因为 这蝴子一年一收,真的 就,你买 买 买哦 这蝴子一年有 有 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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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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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那我那時候真的想說 照顧的花就去找你 三次就去 春天就去買都去死了 我 蚵子沒大張 蚵頭也沒大 但是好丟消他吃的蚵子真的做得吃 可是我那個這樣就沒有收他壓 那我問問他 可能我怎麼 不然他跟他母不好的樣子 問到最後就說 啊你們都生地啦 跟你們說你們都要種王來 不然我猜不猜 哇 台灣生地有夠多的門都生王來 不過那是好幾年的事啦 我也沒有怪他 因為有時候人的心情也會壞 我就是這個 因為我最近差很多主要 包括因為蚵子跟他當門嘛 那才好 六個月 七個月吧 我就在想 那時候我們正回國那時候 你回國那你以前回那個就比較差 那時候我們在大山的時候 大牆的時候都會 比較濃肥 還是比較濃肥的 那我就想說 蚵子的蚵 你如果快速生長的蚵 是不是要落比較大的 這樣啊 像種肥 肥的東西 其實我經歷過好幾次 你如果想說 吳正宗老師 黃玉民老師 我都去最過了 我也像你說的 合理法師 我也試過第一次肥15公斤 來20 還是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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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35 下到最後才40公斤 但是蚵子也是真的不肥大 也不肥大 蚵子也不肥大 啊我最近有在跟老婆的 倒幫忙也會 因為我看他們在眼裡 第一次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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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60 我看他們 蚵子收了 還不錯 所以 這個肥肥 有什麼好建議 而且 我們這裡老一輩 因為我們都14 14、15天 就一次嘛 他們這裡寒流來 還是天氣比較壞 他們就說 啊 萬幾天啊 帶來熱 我覺得這樣也是有道理的 像查一些 很多資料 但是我就是 抓到 要怎麼熱 我是要聽你的意思 所以 資料說 肥先 先下肥 再來喝水 也有人 喝水 掛水下去喝 還有很多 什麼 小掌 你就要 小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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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總好企業 你在管理 就比較好管理 還有什麼 下肥的 就是 頭上拼 中間中 然後後面才肥 嗯 我估計 周到月都 很軟 還有你有什麼意見 那些 有什麼意見 你有什麼意見 你跟你說 我聽看看 好不好 OK 謝謝你 不會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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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其實 不要說你火氣 這之前 其實我沒有錢過 但是我沒有錢過 但是我沒有錢過 順利過 就是說在台下 那麼 那時候他們的管理 那麼那時候我就跟他說 沒有 沒有 這區照我的方法 我們就大家想看看 那麼照這個方法 就一樣 我們做 你這區 你如果是 你如果收得好 我這區收不到 我貼你 貼你 不要說都給我料 這樣我 我負擔不去 我們可以 欠多少 我就貼你多少 我們來試看看 阿浩教授 那年我贏 這個也沒有 沒輸 他很疼 他說 你很年輕 你覺得種過蚵子 我說我只 早上起來 再去種蚵子 所以我就沒有 反正你在香港人 整區在管理 大概是比較少 比較少有種的 這個 所以那邊可以說 是我頭一半的 這個 對著 我們現在先說的是這個 這個蚵子 就是說 其實現在在管理 就是說 可以 水蚵和蚵 這個人家 還是不一樣 這個 我們 邱先生這病 他應該是 癒到這個 這種的瓶症 應該是這個 水蚵子 不是一種山蚵 這種的瓶症 那麼一般 通常 你說 他們 這個瓶症 這個瓶症 這我相信 因為蚵子很難瘋症 他很難瘋症 很難瘋症 他很難瘋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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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要瘋症 那麼目前 目前來跟他說 就是說 啊 我們先說 這個水蚵 這個 一般通常 在這個管理當中 就是說 這個水 他浸水的這個期間 真的 很多 只要是說 他那個蚵蚵 抹起來了 其實盡量 可以有一個 半瘋症 這種管理的 這個模式 就是說 不要一直都 這個瘋症 因為你一直瘋症 這個蚵蚵 比較容易出現到 一些這個瘋症 比較容易出現的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通常 可以利用 半瘋症的這個管理 就是說 水蚵不要那麼甜 讓他 有辦法控制好洗 這樣就好了 但當然也不能太多瘋症 那麼通常 就是說 這個肥熱 熱之後 一般通常是 兩三天 你就要開始 就是說水 水的 可以在那裡瘋症的 比較大 症 好 這個 這個 這個瘋症之後 你水就開始 你水就要開始慢慢慢慢慢慢 瘋症 這種通常是這樣 那麼 有的人是倒閥 這 一般來說 是比較沒糖 這個我個人的一個感覺 這個通常 因為你如果是 比如說你 這個肥熱下去 水都要喝很甜 他說那肥不會 不會去 其實他還是會滲漏 這個 比較暖 他如果是比較沙滴 還是說水 這個 感到不會掉 他的五大瘋 這個瘋症 這個瘋症症 有可能 在這裡 那麼 就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 這個肥熱 這個 比較沙滴 這種 就比較容易流失掉 這樣 那麼 開始什麼時候 發水 通常是到的 採收進場 保持在途中濕濕 到最後兩三個 兩三個禮拜 直接把他開始倒水 給他打傷 這個倒水之後 這 有時候 就是說 有時候 如果是這個 這個倒水的時候 很多人不需要去倒水的原因 就是說 有時候如果是倒水 你現在還可以下雨 還是怎樣 不然會不會收起來去倒水 有可能就開始漲 因為你把它倒水 現在又吃水 又補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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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暗算 大概就是八個月冰冬 就是六八五月 像在嘉義這邊 要六八五半月 八個半月 這種狀況 可能我們好朋友 要稍微注意 這個 這個 有這種 日記有些差一點 但是就是說 簡單來說 這個時間其實是很長時間 那麼 他的這個肥分 其實蚵子 差不多 我們正常 正常來說 就是說 在這個經過的這個 這個 西培的這個基幹 裡面 頭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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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他的這個五盒 並說你用 用五盒來 很多是頭 用 有的是五盒在走 他也沒有在下四盒 四盒 他是去拿一頓 這個 這個 因為水牛 所以他們通常是用五盒 他用五盒 他用五盒做做這樣 那麼以五盒來講 大概就是這個 我們五號 五號的十六 八十二 大概是這個 這個筆雷 十六 八十二 八十二 那麼十六 你就是百分之十六 所以這個通常 在這個肥料裡面 這個肥料裡面 可能 最起碼差不多要到十一包 一分底 十一包 八十幾公斤 七十公斤 除以 這個百分之 0.16 所以呢 這個 這個量 就是說 10天 15天 10天 15天 10天 15天 這樣 所以這個量 其實 相當 你如果是以一分底來講 這個通常 小漲的時候 一般是要 比較慢 這樣 就是說他可能就是 這個量大概 差不多 最起碼要有半包以上 30公斤至40公斤 所以 這個量其實是蠻大的 這個量其實是 很大 所以 我們通常在這個 漏肥的節節 當中 那麼 差不多 一分底 一分底 從開始 增 開始增 打肥底 先不要算 這肌肥打下去 如果是 這個 差不多要400 400多公斤 就是說 一邊 這個量 差不多要有這個量 那麼一邊在量 頭差不多 20公斤 30公斤 到差不多 我們蠻子 在生中的一個 這個過程 我們現在說的 就是都純粹用 這個蠻蠻子 到第三 第三 你說 開始在吐槍 開始吐槍起來 差不多20天 那個時候 種比較熱 你如果是種溫度更高 那麼可能二十 兩禮拜 兩禮拜左右 再下一點 肥蠻子 這個蠻子 這個蠻子 大概15公斤 15公斤至20公斤 那你15天再下一邊 你就變20 30 再來可以下到40 最多是下到60公斤 就是說一邊 那麼 正 在這個我們整個的一個 這些財財的這個規制裡面 這個差不多 啊 你如果是依這個 這個 這個賠券 來拍 譬如說 一邊手 五 Apr子在拉 你如果是不太麻煩 你也能五 Apr子 在一般我通常是五 Apr子 五 Apr子 進一種的一個方針 是比較不太行 但是呢 對蠻子來說 你五 Apr子 來講 那麼 那麼只要熱頭幾倍差不多在九包至十包一分 它的量的時間很長 所以一分多你差不多要熱一種的這個量 那麼它有它的這個十天至十五天熱一半 這個你平坦 那麼還有另外一種熱法 還有另外一種熱法 就是說你頭剛蒸下去 在這個三個月內都熱一盒了 都熱一盒一盒一盒 過了到三個月過了 開始一盒四盒了 開始四盒了 也是十五天一次 十五天一次 那麼你自己熱 這樣熱差不多在最起碼 最起碼因為你十五天一次 十五天一次 你三三個月三四五六 你總共熱八盆 那麼熱八盆 這個每一盆最少都在20公斤 最少一般通常要到40公斤 就三百四八 因為你熱八盆一盆40公斤 三百二十公斤 所以差不多就是30公斤至40公斤 做餘的這個量 這目前是 算起來就是說這種的一個量 你說熱到六十 這我是覺得有一點多 這個東西 因為以前我們把他綜合起來 差不多是一種的一個熱鬥 所以兩種熱鬥的這個方式 這個方式就是這個五盒一盒 頭幾月你都不要慣 這就是 反正這個十五天一次 十五天一次 十五天一次 還是說你一五月一次也不要緊 你一五月一次 一半差不多就是要60公斤起跳 包拌 你看怎麼熱 就是說平均 一邊流多 一邊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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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包 拌開就是要把它營掉 比如說你種三文堆 三文堆 你每一邊是這個40公斤 對吧 你三文 你可能比較重一點 這便可能就四包 一邊五包 一邊四包 一邊五包 這通常是用一種的一個處理方式 這這樣是比較簡單的 就是說 整體掛肥底 掛肥底到他採收 這樣 他會掉到 啊 掉到我們差不多在這個 買機這隻家 就是說我們 下肥底下到什麼時候呢 啊 下到差不多在這個第六個月 第六個月後 就應該 啊 可以說到這個時間 就是說你一直下肥 下到第六個月 八個月的時候 啊 差不多在這隻家就不再下 不再下這個四包 也不一定再下五包 就是說在這個時間 啊 你就開始呢 啊 看那個漲 他會再下一點紅咖哩 這紅咖哩就不可以下 這十五天一遍 所以九尾期這隻家一般 我們通常的啊 通常是熱肥 是熱到差不多第六個月 就是說八八天九 啊 再來就放在給他去吃 一般通常 這個時間 就 啊 就不再繼續用了 啊 就不再繼續熱肥 所以這大概是 啊 這款呢 這個這個建議啦 就是說這樣啊 啊 所以剛才說的是兩種熱法 一種就是這個 啊 差不多四百一分 低 差不多四百二十公斤的 這個這個五荷子 得行 啊 四百五啦 就大概這個 啊 這個五荷子 得行 啊 所以呢 這通常是這樣 一個處理方式 那這個基本上是這款呢 一個這個這個 這個這道理 哦 那麼 這是 最概 最概 啊 簡單的一個這個這個 做法啦 有的人很多是這樣 在熱 這 這種熱法呢 這在這個 代價這家 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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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叫這種 但是這種熱法 通常水 要到的 比較多淡薄 稍微水 多一點點 那麼 有這種 這樣的一個這個 這個做法 我是覺得說 如果比較耍地 可能你用的肥也 又比較多一層層 會再多一點點 這第二種 這五荷子 得行 另外一種 就是這個一荷子 啊 這個頭啊 這個 兩五月 兩五月 這尊的一荷子 十五天一次 十五天一次 這先 先落一荷子 啊 就落到三個 第三個月開始 第三個月開始 就用四荷子 這十五天一遍 十五天一遍 啊 那麼 其實這種的一個 這個熱法 蠔子 比較結實 比較有重 應該是 結實很好吃的 啊 因為那時候 他在大 這是我個人認為說 我 我那時候 贏人 就是贏人 在這個地方 就是說 啊 我的熱法 是這樣 落了 就是說一荷子 啊 但是我一荷子 是落到三個月 賺 啊 就是說 啊 啊 落到差不多 在第三個月 北家已經 啊 進入到這個 這個 那黑荷子 都都 黑荷子 很大 我看似乎不對 還開始落四荷子 所以那時候差不多三個月 就是說有價落比較長 淡薄 這 他會比較昂 但是這種 就一荷子的一個 蠔子 那蠔比較軟 所以 你要稍微注意 有時候 他那個時間 會比較 流得比較昂 那麼 在這方面 要稍微 管理上要稍微注意 這種呢 一定要配合 拔拔拔拔的 一個 這種水分的 一個 管理 這是阿波 在這個 落肥方面 一個 稍微的 一個 這個建議 那麼你說 這種蠔子 其實蠔子要好吃 這個 咖哩很重要 吃肥 這咖哩如果不夠 這蠔子都不會 中白 不會說中白 這蠔子 有的說 這蠔子要爽 就是要落 這個 吃咖哩 這千萬 蠔子千萬不要落吃咖哩 這個沒有那個必要 這 一點點必要都沒有 所以呢 這通常是 這個 因為這個 吃 含 做不到一個 這個 那麼碳水化物的 這個合成和代謝有關 所以蠔子會去理解到 這個澱粉質 還是 都含脂有關 含咖哩有關 含咖哩有關 所以這通常是有 一款的 一個 那麼一般我們在 烤 通常就是說 有這個 紅咖哩 紅咖哩就是綠化夾 有這個硫酸甲 一般通常是說 這個 白咖哩 那麼他這個是比較沒有所謂 這個綠離子 有的說 這個東西 蠔子落起來比較好吃 這在蠔子裡面不會比較好吃 就是說你蠔子 你如果去加 這個 劉酸甲 有比較好吃 沒有比較好吃 但是這種蠔子 比較軟 不好 那蠔子 通常 這個 不可能說 太好吃 所以 你蠔子剛種下去之後 最好是可以配合 這個 榮林菌 還是說 這個殉狀 牙寶甲菌 特別殉狀牙寶甲菌 你稍微 讓它 去 開筋 還有這個 衛生物 去種加 這種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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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 現在種下去之後 差不多 在 15天 有在吐槍 這個菌 有開始在出來了 你就可以開始 下肥 這時候你如果是 這個蠔子 這個蠔子 如果沒有就是 這個一蠔子 下到 比較後邊 稍微 那麼 來 幫他 蓋這個四蠔子 我個人認為 這個比較好 那麼 有的人 會在 這個 他會 跟你說 如果是 蒸下去 蠔子 買 米 買 好吃 在最 五蠔子 你可以 蓋 有一個 這個 硫酸 夾 性的 這種 那麼 讓他 這個 蠔子 比較好吃 但是 我感覺 差別 真的不大 但是 有的人 是 很堅持 說 這樣 所以 這種 做法 所以 基本上 基本上 是 這種 的 這個 情形 我個人是 因為 說 如果 到 三五、四、五、五、一後 最好 還是要調整 四盒 這蠔子 應該是 比較大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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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那麼 這個 通常 是有 這個 這個 得利 這 等我們 聽眾朋友 那麼 你先做個參考 那麼 還有一種 比較複雜的 我聽 這樣 打 因為 他說 現在先 收五盒 五盒 五盒 落三個月 三個月 這 頭 正 這家 都落三個月 到第四個月開始 他瀏兩半 瀏四半 瀏兩半 瀏兩半四十三 後面六個月 他瀏一半的時候 他瀏一半 瀏一種金旺特 胎有瀏酸胛性的瀏四十三 他瀏一種瀏酸胛性的瀏鴨起來會更粉 更默 我是吃不出來 所以我都非常不建議功德 但是他有這樣做 很多人這樣做 他瀏一瀏一瀏 瀏一瀏只瀏一瀏而已 他也不是一開始就瀏這種東西 你如果一開始都用瀏酸胛性瀏 瀏鴨會沾沾沾沾沾 這很容易出問題 這要小心注意一下 那麼神祭神祭有的去用什麼呢 用一些這種脂肪比較高的脂肪肥 含脂肪比較高的 可以去補一下 也有人這樣處理 我覺得這個原則上應該是 差不多是這個瀏粒 只是說要怎麼來 可以補一下 那麼可能就大家一個 這個就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阿這 蝦子是這樣啦 如果是說肥肥比較重 因為怎麼會重脂肥 所以 下得超過 可能 你會覺得說會結構有這個重量 所以通常是 正常來說是差不多六股月 我們就要把肥都差不多落了 所以 這個量 這是差不多是這樣的 只是說 每一邊都要落那麼多 這要落那麼多 這個肥料 還有這種 這個好個 我個人是比較淡心 那麼一般就是說 因為他 他比較濃肥 所以我通常水 你如果是肥就比較濃 你水就要蓋得更硬 但是他會比較冷 所以通常這個油就要控制 這個好洗 那麼這有一個處理的方式 這有時候 這個 這個落肥雖然是很科學 但是 因為 每一塊 都沒有什麼一樣 所以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會去出現到這個比較大的 一個 這種 這個 差別 那麼 是這樣 現在 現在 甚至有人已經 已經落到有一點點的過分了 就是說 怎麼說 就是落到有一點點的過分呢 已經落到用控制肥 用六個月 一個控制肥 他就是 這個控制肥 高氮性的 他把它扔下去 然後 他就是 頭前 就是 5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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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核 再來就是 4核 4核 但是 他沒有落到40公斤 是問題 沒有落到40公斤 原因是因為 他有這個高氮的 這個 這個 這個長效肥 這個但你吃比較高的 一般通常是這個 19 19 17 這個 10 然後還有一個夾是12 其中 他這個比 也有人這樣落 他六個月 六個月長效肥 要一分塊落多少 一分塊落兩包 怎麼落很重 那麼他可以動六個月 哇 這種 但是這種肥有比較貴重 這個 其實我是覺得 是可以的 所以有這種的 這個 那麼 大致上是這樣 就是我 但是就是說我個人有落過 我個人有落過 是一盒 一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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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到三個 多月四個 那時候全部 改四盒 這是我的做法 一直到第六個月停肥 六個月下完了 就停肥 就是落到差不多 百八天 周遊 把這個肥停起來 這是 在這家吃的 是我們這個 適用的一個模式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處理方法 那麼這個提供 讓我們好朋友 稍作參考 好 來 6338 601 6338 601 這是我們現場 COIN 專線 讓我們相機拚 鄉親的多家的利用 有人好不清楚 沒有了解問題 都可以卡 我們的電視頻 我們的電視頻 在拜日到 105 晚上 1 2點 2點 好 美容 如果是有疑問 都會等 卡過來 好 來 今天呢 終於還有一點時間了 輪到寶妹呢 要跟老師請教一個疑問 因為 剛才我們頂1點 今天老師有講到節氣的問題 當然今年呢 這個立春是在2月4號 我們2月1號就過年了 所以有人說 今年呢 冬天的這個一季祖 就是說 我們今年一季祖 不能太過頭打破 怕說呢 到時候 如果是說 吐到寒流來的時候 會有一些空包彈的問題 好啦 那撇開這個話題先不講 我心裡最大的問題呢 就是說 最近呢 我有看到一個相關的報道 說我們台灣呢 已經加在WTO20年了 那加入WTO後的 這個台灣農業呢 會有一些變化 但是我們現在台灣也希望說 極力爭取加入這個 太平洋夥伴貿易協定 所以老師 加入這個WTO 跟加入這個CPTP 算是說CPTP 這個 這個就是太平洋夥伴貿易協定 這兩者之間的農業 有差距嗎 就是說 影響的這個層面 是不是 是又不太一樣 還是說 你在當今的這個時空背景 跟20年後的現在的時空背景 其實是不太相同的 這個有沒有 對我們的農業影響 有沒有差距性 這個先 完全感覺上 有一點時間 我們就看來 我們首先先了解 就是說為什麼 這個WTO WTO的時候呢 當初是 我們是利用這個 啊這個 因為在 WTO裡面 有一個叫做以開發國家 這個開發中國家 為開發國家 這個它有去把他做一個 這個分類 就是 你的一個國家 不一樣的 一個對待 所以 並說 當初我們和中國大陸 那麼是不是這個 他把世界貿易組織裡面 他就把這個國家做一個簡單 就是說這個分類 包括這個開發中國家 包括這個以外分貴 並說以開發國家開放中國家 還是說低度開發國家就是未開發 還不說開發很好這個國家 當然是我們冠軍要進去 所以有一些條件 其實我們是很擔心 所以那時候就急著想要 所以有時候一些東西 我們就犧牲掉我們的權益 所以中國大陸 那時候是美國很想 他一直要給他 他一直要給他 所以他的條件很好 他就在那裡來碰 所以他得到比較好的一個 這個國家 就是說他的對待 並說像這個WTO164的這個會員國當中 那麼他其實三分之二的一個國家 都是叫做發展中國家 就是說這個 並說像我們台灣 其實我們也是都發展中國家 那麼在這個新加坡澳門 香港一種的動作包括台灣的 那麼都是用這種的 但是 在去年 前幾年 好像2018年的時候 這個 台灣 大家 都想說 盡量利用這種開發中國家 還是說這個 盡量不要 不要用以開發國家的新粉 在WTO裡面來 跟他 這個 進行談判 但是 你說 這個為什麼有這麼多 這個什麼 最主要都是為了要解割到世界當中 這個 一些這些 反正 這裡比較大的這種分歧 就是說關稅 這個關稅要怎麼可以去促進 這個世界 這個 目標的一個主要法 這個通常是這個目的 但是 這個導體 這個規範 要全世界統用 所以在那 大家在那講來講去 講來講去 講那麼多 這個什麼 不知道 都經過了多少回合的談判 都沒筆 這裡沒筆 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美國 美國 希望說 大家都聽他的 這個基本上 他也是希望 可以有一個 所以在 這裏裡一直敲不批 敲不批的時候 有一些人就覺得 是不是我們來找一些 比如說 我們 酒品比較近的 我覺得這個 做得 想出來這個辦法的 這個人應該是有看過金融的這個小說 啊 這金融小說裡面 不是說 啊 這個 佐倫殘 這個 啊 他是不是要做這個武林盟主 啊 這要做武林盟主的時候呢 啊 這個 那個叫做 那個偽君子啊 啊 啊 這個令服從 他才有 啊 他的意思就是說 啊 別一次就全部啦 比如說地緣相近的 先結結做會啊 這種呢 比如說 啊 他們華山派啦 松華山 松山 啊 橫山 啊 還有一個橫山 兩個橫山 一個是平衡的橫 一個融橫的橫 那麼他們這個比較接近哦 啊 他們呢 一個地緣比較接近 啊 他們就成結盟哦 啊 他不敢跟這個 啊 這個少林啦 武當啦 這算他們的比較大球的 不敢 不敢邀請他進來哦 啊 所以呢 當初就有這種就開始提出哦 所以呢 啊 這個 在東南亞 東南亞因為這個東南亞這些國家呢 啊 他們這個 很多都黏著會哦 比如說你像這個越南 和緬甸哦 這越南都大海邊 緬甸都 老國哦 他們都夾夾做會哦 這他們夾做會的時候呢 啊 大家是不是就是成立一個這個這個 東南亞國家協會 啊 這東 就是我們在說的這個東盟啦 這通常他這個 啊 是所有的一個這個這個 叫就是在 在這個 廣西南陵哦 這個我們當初起過哦 啊 其實如果說哎 有去過南陵呢 這通常這是一個笑話哦 哎 你最近去南陵出場 天啊 我有人交代我去南陵出場 這一個笑話就是說 啊 把你騙去那看啊 現在這個東盟已經要成立了 啊 這個東南亞國協 東盟 啊 東盟成立了呢 啊 我們在這個廣西這家 我們公司就是 是導賬嗎來誰啊 導賬對 導賬對貨啊 那都什麼商場 什麼賺很多錢 怎麼怎麼 啊說了一百年兩錢 意思就是要做什麼 要叫你導賬嗎 啊 這個多好賺哦 啊 所以你 你賺他的理性 他賺你的無錢 然後就被騙了啊 就很多人就把導賬 哇 你知道 哦 那每個 每個禮拜哦 還不是每個禮拜哦 每個禮拜都會怕 數字 哇 我們最近對一家 再賺多少 我們還全對一個什麼 啊 所以這叫做啊 在大陸叫做 這個南寧笑話哦 你要說哎 你去南寧投資 啊就是不要人 你要在大陸 人家跟你說哦 啊你看你南寧投資的哦 人家是這樣跟你說的時候 你頭就要搖一搖的標示 他根本瞧不起你哦 你說這潘啊 這個就是潘子哦 這體外化哦 這是東盟 啊東盟這有10個國家哦 這10個國家 啊 他們來給他這個成立 啊成立了呢 這個啊 他就說 他越來越到中國大陸 這個中國 中國大陸呢 啊 他跟這個東盟 這個國家呢 這個東南亞國學哦 那麼 他們就開始 啊就東 這個東盟 加一加二加三 啊這個 加一加二加三 就是中國大陸 啊這個 日本韓國 加一加二加三 然後澳洲 紐西蘭 也覺得說不錯哦 啊就 他們就想要加進 啊就 成立了一個 一個十五個國家啊這個共同成立的一個叫做啊 啊 regional 啊 這所以叫做RCEP 啊就是我們最近啊 啊 為這 為2020年的1月1號就是 今年元旦成立的 正式成立 那麼 說個性的一個這個這個自由貿易的解決協定 就是說啊 WTO裡面是不是希望說大家可以這個自由貿易 但是很困難的嘛 因為每一個人的立場不一樣 啊所以他們就是從小的地方開始 此兵說像我們 啊 新加坡 我們就有這個自由 有些貿易協定 這裏我們先說得好 啊 我和你先說好 說好 啊現在買了就是 但是這種就是這個RCEP開始成立 RCEP 這個成立了的時候 這說很多年了 啊原來印度想要進去 但是印度買了 好的這個退出 那麼所以呢 這最近就是 我們 請請聽到就是 啊 這個 東盟 東盟呢 開始來改這個成立 啊 這大家就認為說 啊 這也當開始 然後正式來 啊這個已經是差不多有10年的這個歷史了 這 啊 這種 這個因為 東協 這 東南亞國協 對我們說的東南亞聯盟 有一個東協東盟 啊 他的這個峰會上 他就說 我們來成立一個這個區域的這個整合 慢慢慢慢的開始說 一直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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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談判 一直談判 談判到尾了 這通常 大陵呢 一直是處在 這 先站在後面 因為他先出手 那後來呢 當然 這個美國就看這個辦事 沒什麼地方 所以呢 美國呢 就開始 開始推動一個叫做TPP TPP 叫做這個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跨太平洋 其實他當初的成立就是要跟RCEP 這個 這個打對台 就是說我要跟 你們聯絡東南亞 我聯絡這個泛太平洋地區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 這個原地 原地呢 這個美國 美國 美國牽頭的 那麼 在這個日本啊 加拿大 澳洲 紐西蘭又來了 那麼這個 馬來西亞 新加坡 越南 又來了 這個 運來 這個重疊 那麼 包括到墨西哥 智利 秘魯 共同 就是說在這個太平洋的這個兩岸 其實這個 里正方 但是這是美國 為了要 這個對抗 對抗這個RCEP 那一陣就成立 這成立了 這個TPP 其實呢 我們台灣一直想要加進 因為 啊 我們在尤其呢 這幾年來 我們一直和這個 啊 美國靠的很近 我們 我們是選邊站 雖然我們沒有那個條件的選邊站 但是我們是這時候 我們已經是選邊站 我們就選在這個 挖美國的這個大腿 那麼這個東西來 這個 抱這個美國大腿 但是呢 突然跟這個 啊 特朗普 這個台灣 我們台灣叫做 唐納川普 這個翻譯 那麼Trump 這Trump他選了之後 他就在這個 過不六個 這個 2017年 本來是 歐巴馬 歐巴馬 他這個 成立出來 要來對抗這個RCEP RCEP就是今年開始 開始來 這個 這讓你先知道 為什麼我們在這個 請請說 RCEP 我們怎麼不參加 我們在參加什麼CPTPP 這個 這個 TPP 這個 歐巴馬 成立了 這讓他去 這個 川普 這個 川普總統 把他這個 否決掉 他就說 我不跟你們玩了 所以呢 啊 但是呢 這個 他就 因為他沒有美國 所以他就改變一個 叫做CPTPP 這個CPTPP 這個CPTPP 那麼這個 裡面 就是說 開始去 最早 最早是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裡面 這個APEC的這個會議 裡面 美國總統 有一個提案 就說 大家來 我們做回來 玩 慢慢慢慢 是不是開始 所以就有這個秘魯 汶萊 馬來西亞 這個 川普 這個退出了 要他就開始 變成 他就改組 因為 換了一個名 所以那時候就叫做 這個CPTPP 其實他的這個 最早就是TPP 就是這個 泛太平洋夥伴協定 現在呢 最早是這個 太平洋夥伴協定 跨太平洋地區 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這大概是 我們通常叫做TPP 不然是不是改名 改名就叫做 這個跨太平洋夥伴 全面的一個進一步 所以呢 他的P就是進一步的 一個意思 就是說 我們是不是 這個 自由貿易在 他這個加強 還是怎樣 那麼這原來 這原來是 TPP 成立 是為了要對抗 RCEP 結果美國不完了 不完了以後呢 這個 中國大陸看得到 然後他又申請加入 這個 中國大陸申請加入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 我們沒在心境 所以呢 台灣也沒有很緊張 現在這個中國大陸申請加入的時候 我們怕到 怕到想要加入 所以呢 就在 去年 去年9月 我們才跟在後面 中國大陸申請 我們那時候 如雷 這個 鄉鄉叫雷公公到 然後呢 就想說 我們也想加入 但是呢 這個 TPP 這已經改做CPTPP了 那麼這CPTPP的時尊 這通常的 我們要知道 這裏面所有會員國的這個申請 那麼這未來當然有可能會去改 但是現在這個 這裡面有可能美國原來美国拿出來 但是他還說不考慮重新再加入 那 有這種差異 所以就是這樣 這個 RCEP裡面已經沒爛 TPP裡面 這有些東西 這有些國家 有的說 這兩下這有什麼差異 其實 基本上都是一個區域 就是說 這個兩大集團 這個第一集團 兩個 世界兩個比較大的 這個 這個大象在那裡收睹 那麼 中國大陸可能主導的 這個RCEP 雖然最早是這個 啊 是有到這個 啊 東盟 東盟 很多都聽 大陸的 所以 東南亞聯盟 很多都聽 他們來共同這個成立 所以呢 在這個東盟裡面 其實一直希望中國大陸 可以 中國大陸一直沒有要出手 出 純手 純很長 其實他一直都 一直都在講 這個 啊 這個發電 當當大家都說得差不多 就邀請他這次 這次呢 啊 就順利成章 所以這RCEP在今年呢 開始來 這個成立 那麼 這對我們有什麼樣的 一個這個 影響 這 啊 如果有時間 我們就可以說過 不然說 一個最簡單的 就是說 我們和大陸 大陸 其實 啊 他 很多人說 啊 如果是 我們都一直認為說 啊 這 這當然是我的看法 這 不然不是經濟學家 但是呢 啊 我個人是認為 啊 我看了很多資料 我也 含很多人去這個 去訪談過 啊 那麼 不然跟你說 就是說 這個ECFA 照說應該 ECFA有一個這個 這個 我們這條條款 是我們各家的 就是說 單方面 單方面 啊 原地是沒有這條 第16條 我們單方面 人類說有一個 不得持續 就是說 沒辦法去 執行的 這個條件 的時候 只要是方便 跟他統計說 啊 我要結束了 到這裡就結束 180天以後 自動就就停了 不用什麼 沒有什麼節約 沒有什麼 就說 你說不愛了 這樣就 就等不愛 這當初是我們爭取的 那條是我們自己寫下來 不是大陸要愛 大陸說 嗯嗯 沒關係啦 好啦 那時候 對你開 所以 現在ECFA 當然就是說 所謂ECFA ECFA 就是說 兩岸的一個 自由貿易經濟的一個協定 就是說 我們對大陸有一些 東西都可以關稅 並說農產品可以關稅 那就是中國大陸的這個農產品 進口是15% 15% 他把這個15%拿掉 沒關係你來 我就是要跟你統戰 這個表明的 有的說 大陸給我們ECFA就是統戰 這就表明 這你也知道 這不可能 這也不用再去 也不用再去解釋 說什麼陰謀 洋謀 那就是 表明的 他就是說 我就對他好啊 他的目標是要做什麼 他的目標 當然就是希望兩岸統一 是不是這樣 啊 我們的目標是要做什麼 我們的目標是說 我們的老百姓 是不是在這個規定裡面 可以去爭取到 更好的一個這個 這個 這個條件 你說 這個不可能統一 不可能統一 你要怎麼去做 如果如果是有法度 動立 我們要怎麼去做 這 如果真的可以做的話 所以我覺得有些話就是這樣子 那麼 這個統一 可以做 千萬不要說 那麼獨立呢 可以說 但是千萬不要做 因為 世界人和一個國家 要動立的時候 沒有戰爭 這點 大家一定要有這樣的一個提任 有說 老婆 你說這是要做什麼 啊 這 我們就一直不想去談 你就加說經濟 對啦 其實這個經濟 這個背後 就是一個 這種軍事 一個政治的 一個較量 這本來就是 這X5就是 大陸 照說 他如果是 他如果是真的要制裁 台灣 有說你看大陸就是可蘭 他沒有爛他會死啦 不然他就整個把X5停掉就好了 很多人有這種 這種講法 這我個人是說 有這種講法的時候 真的要很小心 就是說 他 大陸 可能你說他要把他停掉 這X5 這全民對台灣 怎樣的制裁 做什麼 最簡單他就是停掉 就是說X5就終止 終止之後你就是叫關稅來的 但是他就是不願意 不願意把這條路給他斷掉 因為這個下去有一個 這個反面的一個作用 就是說你看你看 大陸就是這樣把我們欺負 這就是 把我們吞 把我們這個吞搭 這個 說好好 就發音就發音 還是怎樣 這就很多這個 這個消息堂好去做 但是你要知道 他留在一個很重要的這個目的 就是說 他 靠你 存在一個 一個中國的一個現實 我和台灣是不一樣的 我可以跟你們這個 RCEP這個關稅 但是我台灣是我們自己的 所以我們我們零關稅 我們自己 他保留的這個 所以ECFA不太容易停 我個人是這樣 當然我們 因為他對他沒有停 我們就吃他豆腐 因為這幾年來 我們在ECFA零關稅 一個很多這個關稅優惠 一個這個條件 其實台灣有很多這個經濟 這個發電 這也是屬性 這其實 但是呢 現在如果說 假設 假設 我們有 一般 從RCEP 我們當然是沒有我們的分 RCEP現在 這個 1月1號開始的時候 這對台灣有什麼樣的 一個這個影響 這個通常 這裡面 譬如說 就算我們加進CPTPP 雖然這個機會非常的渺茫 這雖然 因為美國他 他 加勞前 為止 他也沒有說 日本也跟我們說 這個 我們也不一定有辦法加進 這變成就是說 我們不能跟著大家一起玩 你知道國中的時候 國中比較少 國中的時候 都有的這個同學 我們不要跟他好 整天就這樣 就把他排擠 人就不要跟我們好 這其中有一個就說沒關係 這個大哥就說我下面七頭 你不用煩惱 我會照著你 雖然你是孤兒 你是不是 我是不是 沒有 這時候我自己告訴你 其實他就是這種的解決心態 所以未來 未來在這種 經格的這個 這個 並說ECFA 當然 這可能我們就是說 有這個早收清單 我們同學 在2010年開始的時候 那麼有這個農產品 免關稅 在這個2013年元旦開始 降為零的零關稅 所以這幾年來 為這個我們ECFA 簽掉到這個 大概這幾年 就是說到2020 這2021年 其實 我們 經過這個 減免的關稅總額 應該是有幾 70幾億的這個 70幾億還是80幾億 這個關稅減浪 所以大部分 我們每一年 對中國大陸出散的 這個 輸出的 這個 有25% 都有這個關稅的優惠 就是說 賣賣一個東西 我們賣給大陸 還是說 泰國賣給大陸 我們就贏了 因為我們沒有這個關稅 這個障礙 那麼 所以有一種的 這個ECFA 是不是有10年 但其實在去年就已經 到期 但是你看中國大陸 他把他抖掉 他沒有抖掉 但是現在就是一個 這個 這個 譬如說 呃 台灣 很多這種 對農業來說 其實我們影響很大 譬如說 今天我們要南進 我們先不聽ECFA 你就大概知道就好了 很多說 啊 那就是要跟我們害好 你如果是這樣人類 就很沒關係 因為每個人 本來對事情 就不一樣 這個看法 但是 現在在這個RCEP 裡面 RCEP 是不是都 這個 東南亞的一個國家 這個東南亞的國家 我們南向政策 譬如說我們走這東西 要賣外人 我們要賣什麼人 的時候 要不要關稅 要啊 對吧 這個關稅要出去 中國大陸 人民中間沒有關稅的時候 賣金錢 我們要賣金錢 賣金錢 雖然 賣金錢 你說要賣這個 要賣這個 外人比較困難 但是你也可以賣新加坡 你也可以賣香港 你也可以賣日本 但是我中國大陸 把這個金錢也賣 可以去日本啊 我們有關稅 中國大陸沒有關稅 那你覺得會不會有影響 我會說賣啦 我們的金錢很好吃 是啦 是金錢很好吃 但是現在少年人 現在日本少年人 就不愛吃我們台灣的金錢 你說我們的金錢很好吃 金錢很好吃 是我們自己說的 我們台灣的金錢在日本 這個安裝修 我們的鳳梨在日本賣多少 日本賣多少 賣多少錢 你看政府拿多少錢出來 出來做這個鳳梨的這個補助 這都是看不到的錢啊 所以你不要說什麼 比如說像我們現在 包括像這個石斑魚 這個石斑魚 魚子 這個魚子 說你要去吃 這有時候說 如果說這種 有的人都很不良心的 有的人在說話 都會品嘗出來 比如說這個魚子 這修繩 這個東西就已經開始 尤其像這個石斑魚 九斑台灣 在這個養殖業裡面 這有很大的這個 有很大的這個優勢 所以未來就是說 我們如果是 假設 我們如果是這個 RCEP已經沒有我們的份了 但是呢 這個CPTPP 是不是有辦法加進 要加進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做什麼關稅減讓 這些關稅都要減掉 最重要的我們在說什麼敏感性農產品 蒜頭 這個 這個 香菇啦 一種 你都 你都不可以設定這個障礙 啊這個 那是我們很喜歡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和中國大陸的 中國說沒關係 你香菇好我香菇不要過 土豆好我土豆不要過 這個蒜頭好我蒜頭不要過 我大陸都不要买你 沒關係沒關係 你會可以來 但是我賣過沒關係 我就是要扭你嘛 我就是要跟你統戰嘛 是不是這樣 但是你如果是加進RCEP的時候 抱歉 這個東西 假設有加入啦 雖然說這個難度 這個大部分的台德手的人 是非常 這個關 但是這個東西 對我們的農產品是不是有很大的 這個影響 其實影響很大 不要說什麼 只有這個 魚子 這個石斑魚 我們台灣8分785的銷板是外銷 這個外銷的這個所在8分1999是中國大陸 就加到這個香港 所以如果如果沒有ECFA 如果沒有這個東西 這些東西 要賣去堆 這個有時候 有的人說 不要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 這就是我們 有時間我們再跟大家做一個討論 其實 未來 濃業 非常 挑戰 來時間的關係一樣 我們明天見哦拜拜 你